这老家伙竟然能小范围影像天气 实力恐怕至少在七星斗宗 我很难与之坑衡 不过以萧炎的手段未必没有机会 我上了 去去四星斗宗能翻出什么风浪 既然你找死 那就先解决掉你 你 既然這麼在意他 就陪他一起死吧 千換玄冰 兵嚴見絕 十毒魔手 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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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幾分實力 你若願意離開 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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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我會信 结束了 死吧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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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面对已经沦落为魂殿走狗的寒风 萧炎要代替老师彻底手刃这个判施之徒 而另一面 英山老人在围攻之下 无奈抛出菩提化体言 与借此寻求逃生机会 阴差阳错之下 萧炎意外拿到菩提化体言 却也因此成为众矢之地 争夺的矛头指向萧炎 为守护萧炎 小一贤和苏千等同伴 纷纷加入了夺取菩提化体贤的大混战 而萧炎也以绝对优势战胜摩炎谷的三位长老 无提化体贤最后的归属 仍是悬念 没想到这几年 你竟然提升了这么多实力 不过想要击败老夫 还没那么容易 老家伙 要不是我失去了海心院 想要击杀你一如反差 刘萧炎的气息消失了 本来以为这个斗宗女子就已经很棘手了 没想到连萧炎的实力也如此强陷 可算摆脱那个麻烦的小姑娘了 还真是厉害 一个四星斗皇竟然能够同时击杀一名半部斗宗 以及两名斗皇巅峰的强者 少宗主 这小子实力虽强 可他刚经历一场大战 正是虚弱时机 我们联手定能再次击杀他 喊风 失去的话 最好别挡路 我的丹雅 你赔我的药 刚才的不算 有种 咱们再俩过 子言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好 还没尝过苦头吗 速速将这小丫头抓住 以她做人质 逼萧炎交出菩提化体弦 与破宗丹 四星斗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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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 闻开 老猫 看来你对这一武的威力 还是忌惮的很呢 莫座座 快阻止它 好强的威亚哥 你专心对付韩风 这个老家伙 交给我 三四一会 韩风 不知道现在的你 能吃下我一系伯怒火联盟 此地不宜久留 这家伙 竟然自己先跑 要想逃 先过老夫这一关 隐魂不散的老家伙 这等恐怖的威力 若是当面吃上一剑 不死也惨 到时候仅凭老夫 怕是瞒不住他们 解决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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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速朕速决 莫宗主 韩风 你们谁愿意先来尝尝我这手中的火莲 莫要冲动 萧门主这般手段本宗算是剑势 今日之事 黑黄宗便不再插手了 告辞 莫宗主 你可莫要受了这小子的诡计 今日你的举动已得罪了他 日后他前来报复 你又如何应对 你怎么不逃了 这是本宗的事 便不劳费心了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然而 起山 我们走 这个老王八蛋 韩风 魂殿到底把老师关在哪里了 笑颜 你根本不是魂殿的对手 你手握菩提画提弦 又杀了魔眼谷三位长老 还是先想想 咱们逃过地魔老鬼的追杀吧 哈哈哈哈 小爷 你重宝在身 不要冲动 先回学院 死人 你总不在岸 fuse 你就在这次 儿 кни 穿没有 只能 这么 瞧 她 难че 22 可 还是让他跑了 现在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先回学院吧 我的好师弟 希望你能将菩提化体前顺利带到迦南学院 待我将地魔老鬼请出 就是你们覆灭之时 这地魔老鬼啊 曾一手创李摩烟谷 是和院长同时代的强者 虽然实力不及院长 可那也是五星乃至六星的斗族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听说地魔老鬼常年闭关 并且一向惧怕院长 依我看呢 这院长大人 比地魔老鬼还不靠谱 我在学院这几年 连他老人家的面都没见过 不够 再给我摆药 我这颗也给你 萧嫣 苏长老 给你 这可是萧莉在拍卖场上 给你拍到的持法斗技 为了这个东西 她可是不惜得罪了一名斗宗强者 二哥 别瞎感动了 你我血浓于水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正好需要这持法 助你增长实力 二哥 如今是斗王巅峰了吧 接下来只要突破斗皇 那士生丹就能够彻底破解了 多亏了内院的天坟练弃塔 我这两年经常去那底层修炼 修炼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不过可惜 后来信火枯竭了 我有办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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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这是干什么 不打解 没事的 这是我用允落心炎 种在你体内的星火种子 用豆器就可以激活 二哥 你要加快修炼速度 儘快突破斗篷 你這小子 手段真是越來越多了 那是自然 我手段還多得是 大長老 我這次重返黑角域 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激活天分練其他 就等著你回來呢 也只有你能做到了 大長老 請放心 我去找個安靜的地方 研習一下吃法鬥脊 小門主 多謝一路護送 老虎先告辭啦 是誰 你 你 看 我 你 你 你 英山老怪 你果然忍耐不住了 苏芹 竟然中了那小子的计 英老先生手段不少啊 竟还能将灵魂力量 藏在这菩提话题闲之中 可惜还是被你发现了 你这老怪物可真是狡诈 若非硝烟是炼药师 精神感知极其敏锐 恐怕还真发现不了你的分身 躲在这菩提话题前里 既然察觉到了 为何不早早动手 这小子实力如此强悍 本来想等他与韩风两败俱伤 再趁机拿走愈合 没想到 仅凭他一人之力 就击杀了方银三人 还逼退了莫天席和韩风 前两日追兵太多 无暇顾紧 而且你这隐藏灵魂的法子奇异 我虽能感觉到 但却寻不出来 不过我知道 这两日你就会自动现身 你不会等我回到迦南学院 原来你是故意单独离开 就为了尹老夫自己现身 尹老先生 交出菩提话题前 今日之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然你这分身被我们打散 你的本体也会受创 而且 我已经感应到你本体的位置了 这小子 竟然指出了 我本体的正确方位 要是让他仔细寻找 到时候 只要你能还回菩提话题前 我硝烟保证 让你丝毫不损地离开 果然是后浪推前浪 看来这黑角玉 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也罢 算你小子狠 这菩提话题闲 给你 即便你得到了菩提话题闲 也难以知道菩提心的消息 在下的目标 并非那遥不可及的菩提心 而就只是这菩提话题闲 为了帮我控制恶难毒体 他费尽心机 我 说得好听 这么多人抢夺菩提话题闲 最后却还是回到了你手上 告辞 总算让这老家伙放弃了 只怕 没那么容易 这个老狐狸 总算是把这隐患消除了 现在可以安稳地回学院了 好狠的小子 老夫记住你了 等我养好伤 一定有你好看 好狠的小子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观看